大卫吉诺拉显然很喜欢在51岁的高林再次成为父亲,他第一次被拍到在公共场合宝,是自己的小女儿。 这位前热刺和牛塔斯尔球星喜欢和28岁的女友梅瓦丹塔,以及他们的小baby一起喝咖啡,吉诺拉穿着蓝色衬衫她配整体的牛带裤,她看起来很放松,而女友则穿着海军蓝运动服。 这位打国人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快乐,就像他们三个现在伦敦度过愉快的一天一样,看似抱孩子这样简单的动作。 现在对吉诺拉来说肯定更有意义,就在两年前,死神离她是如此之近。 2016年5月,吉诺拉被与前妻婚姻破裂仅几个月后,在一场慈善战中突发心脏病昏倒,被紧急送往医院一度被判定位临床死亡。 时间长达8分钟,然而仅仅一个月后,这位与前妻与有两个孩子的钱英超球星,就宣布她正在与比自己年龄小23岁的女友梅瓦严婚,他们的爱情结晶在今年2月出生了。 当时吉诺拉兴奋的在推特上写道,我现在欣喜若狂,非常开心,我刚刚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的父亲。